87.Recruit 寫書那個王儀卿 2015年7月21日Interview D002、003田配分拜讀過王儀卿的文章 自會對那率直又辛辣的文筆與中文操藝留下深刻印象 他對現實世界的人和視觀察入微 叫人拍康叫絕 他 是一位作家 可惜人們對他的印象總離不開寫愛情歌或做電視歌 自古以來 文人總是被誤解的 指示 文人不太在意 先言莊周於莊子 秋水有魂 下重不可以與兵 見地不同 別人繼續他們的誤解 他繼續創造他的文學世界 對自己 對作家身份 對文字的尊重 莫過於此 賣文為生 是而輕的理想 他說 只有寫作和講故事的時候 才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可是 今時今日 賣文不足以為生 在這個城市裏 還有多少人會看書呢? 大家心知肚明 說吧 不禁無奈地探飾 愛情無欺為生存當年 年僅23歲的兒興憑文學作品 無成有愛獲得香港中文文學商年獎 小雪祖 那時寫作生涯上的漂亮一步 但同時 那股熱血也開始面臨被旁人撩冷水 我讀大學那個年代 文學作家大約可賣出二千本書 現在已經減至一千五百至一千本了 深迷文學不足以另一位作家生存 看書的人已經不多 看文學作品的人更少之又少 他唯有作出一個決定 寫愛情 很簡單 就是為了生存 雖說愛情散民不是首選 不過他依然用心去寫 給讀者一點人生匪法 他說 我希望我的愛情散民能讓讀者重新反思這個城市灌輸給他們的愛情價值觀是否真的適合他們 如家個有錢人 結婚生仔等於勝利者 結婚不成就等於敗犬等 這些根深底固的觀念只適合部分人的生活模式 而不是全人類 只是 想不到有不少人以為他的題材源於個人的愛情經歷 事實上 這個城市充滿兩性話題 只要觀察旁人的故事以為他帶來無數素材 他說 寫作想 想像力和觀察能力往往勝過經驗 也許愛情散民寫得出色 讓讀者只記得他是寫愛情歌 問他可有介意 他仍是著筆者 笑說 被人稱為寫愛情歌王儀卿總好過做電視歌王儀卿吧 讀行文藝圈現實世界裡 大部分人印象中儀卿就是做電視歌 過去十年來 他主持過《香港不織》 最緊要政治 我要做老闆 香港人飄勞記及剛剛播出的《新聞青時代》等電視節目 看來 他已成為文化藝術節目主持的《不易之選》 曾經出 他希望主持節目可為文藝界盡一分力 他緩緩地坐直身子 認真地說 香港有很多文人 如印絲董啟章等 他們的文章寫得很好 吸讀者帶來很大的震撼和啟發 然而這個城市卻沒有多少人認識他們 為什麼他們得不到別人應有的尊重呢? 我感到憤憤不平 希望透過主持節目來讓香港人認識這群文人 那股熱血卻換來誤解 觀眾以為他為了增加人氣而主持節目 而文人也認為他想當藝人多過作家 他深深呼出一口氣 再說 文藝界是世上最藍討好的圈子之一 以前的我天真地以為可為文藝界出一分力 他們理應支持我 事實上 他們不是拒絕訪問 就是批評 後來我學懂調整心態 不再天真地以為自己可為社會現狀帶來多少改變 放棄了團結文藝圈的念頭 他選擇在這個圈子裡獨行 深今情願做一個不須為勞取戀的人 作家是良心過去十多年來 被一桶接一桶冷水型頭潑過 而興仍然堅守作家的身份 他說 作家是社會的良心 不管所寫的題材是愛情 鬼怪 推理偵探 社會時事也好 只要對文字有一份執著 才會明白有一些事情 原則是需要由作家來看 否則那些人只不過是智障 為搵食而寫作 不是作家 慶幸主持身份讓他之名度增加 有機會換起更多良心 當越來越少人敢於談及一些公共議題時 我可以善用自己的之名度來換起大家對這些議題的關注 一己之力也是一份力量 他在說 許多人抱著書打贏要的心態 每當面對逆境就會放棄 覺得在做什麼也沒用 而我的想法是做與不做的分別 就是零與零點一之差 零點一也許沒有多少用處的 不過總比零好 我是柴子不是柴子翻閱之了父 十居其九的報道皆以柴子來稱呼而興 聽了十多年 他還是未有習慣 今年更推出新書柴子來表明深跡 坦然自己不是柴子 而是柴子 柴與柴的普通話讀音相近 一個喜歡柴犬的男子 我狠抗拒柴子這個稱呼 在這個城市裏 稱呼一個人為才子多少有點負面意思 可能是取笑人讀書不都或賣弄才學 再深一層想 我讀過不少唐代才子的文章 其人其行其文都是十分厲害的 能夠特立讀行 對酒當歌 從不為五斗米借要 跟他們相比 我要為生活而顧慮 又怎稱得上才子呢? 如果不用擔心生計 相信他寧願坐在窗邊 賣手建構他的文學世界 近日參與電影編劇工作的他苦笑著說 哎!寫文學真的不容易為生 我真的希望演藝事業能讓我賺到錢 然後退隱江湖 寫自己最愛的文學小說吧! 任何 機米 turret突破 金拍照 齊佑 Till父親 Milyyan wardrobe 臉佛 актив質 FringeFoltaFringeClub 感谢观看